宁缺左右两刀一字浮破风雪而出 凌厉呼啸朝着灌主而去 却不想灌主神情宁静 未然不动 想来一字并非颜色灵中时看到的那个字 但眼下已来不及 只得挥刀杀去 可饶是李漫漫和于莲都无法撼动的灌主 又何况宁缺 话音落下 灌主便闪声无惧 一掌挥出 随即再闪 又是一拳 这长安城墙顿时被撞裂了一道口 尽管宁缺还想再尝试 可灌主何人 无量 寂灭 天启 无惧四镜合一 宁缺此刻如四菜鸡 一边倒得被灌主蹂躏 也就得亏灌主此刻对宁缺毫无兴趣 挥手将其甩飞一旁 自顾着向城中走去 宁缺见状当即一跃城投 从怀中掏出阵掩柱 向后一挥 这神阵朱雀瞬间发出耀眼光芒 就看宁缺瞬间焕花二人 向前向前向前 随即又合二为一 那嘶吼声伴随着坡道落下 一道朱雀之力朝着灌主袭去 没想灌主抬手佛宗无量 整条街道充斥着一股寂灭气息 此举将灌主彻底激怒 眼眸一挥 一道灰眸之力似要将宁缺吸食 幸亏宁缺曾得连升三十二传宫 这滔铁魔宫比灰眸更胜一筹 眼看灰眸无用 索性一掌拍出 又将宁缺震出数杖之外 执起手方得自有 道门追求出事无为何道 书院追求入世就世 理念从来无法相处 我和夫子的想法也不尽情 任何开始都必须有结束 任何循环都必须有终结 这就是大道的推移 宁缺此刻哪里听得了这无聊道理 圣者为王败者扣 扶一大道汇聚坡刀 脚踩冰雪暴去树掌 可这一切 不过又是证明这贯主以天下无敌 知其雄守其此为天下息 一记天下息神指 完全无视宁缺的坡刀 挥手一振 宁缺此刻再无起身之力 本以为这战局已定 哪知一群百姓忽然从四周向的冲出 手中拿着菜刀 柴刀 厨子 明明无法尽得贯主身 却也毫不犹豫 这百姓自是唐人 领头之人乃朝小树的父亲 朝老太爷 贯主心中不解 朝老太爷说 爸便扔出了手中拐杖 这无数百姓便一窝蜂地朝着冠主冲去 慷慨赴死 义无反顾 他们想要拦住冠主 既然书院没能做到 他们便要用这血肉之躯 筑起一座新的城墙 重伤的宁缺看到眼前一幕 由撕心裂肺 恍惚间感受到一股力量 师父颜色的话从耳边响起 这股力量便是人间之力 其实宁缺也曾感知过 那日夫子借鉴屠龙 所用的 正是这股力量 虽然宁缺曾有问过夫子 可夫子只说 我就是人间 如今千人赴死 这雄魂的人间之力 是那样的真实存在 一语落下 守护精神阵的神鸟 忽然仰天一声长啸 忽斥直向苍穹 朱雀千年未鸣 今日一鸣 能经神讽 伴随坡刀麾下 一笔落于西 一笔落于东 一道巨大的人字符 发出一声震天的钟鸣 冠主此刻心中静觉不安 一跃而起 欲将这副破坏 可宁缺哪里会给其机会 眼看宁缺逼近 冠主一掌落下 却不想致朱雀护主速度极快 鸟的避开灌主攻击 将宁缺率先带到府中 顶刻间 一股磅礴的力量纵横天地之间 昏暗的天空竟闪出一道光明 方才死去的百姓 竟肉眼可见的恢复生机 这本是死寂一片的长安城 竟开始充斥着火力 无数天地元气疯狂涌向宁缺 此刻境界直冲之命巅峰 这一刀之威 承在千万人的渴望 饶使灌主心中一势发颤 一道天启神术事出 可面对这一道大神通 天气破灭 青山破碎 一生痛苦尖厉的欺笑 响彻长安 这举是伐唐的一战 终是迎来大劫 所有人都沉浸于胜利的喜悦 二先生均末重新带上了高官 大唐的天空 恢复了祥和 唯有十二先生沉皮皮心中苦痛 拖着父亲残废的身躯 落寞离开都城